在露博會現場有超過500家企業 3,000多件新潮產品展示 這張狐狸床看上去平平無奇 其實藏了很多本領 失能、半身能病人或殘瘫患患者 可以在床上完成去廁所 洗頭、洗腳、翻身和起背、曲腳等的動作 可以在床上進行一個大小便 這個裏面也有一個智能沖洗、清潔、風乾 好像我身邊的這張智能護理床 除了有馬桶患者可以在床上大小便之外 它還有一個洗頭的功能 患者的頭放在這個位置 接著用Faster去沖洗就可以了 而且洗完之後還可以自動排水 而在另一邊 還有幫助老年人或患者洗澡的自動洗澡機 降低護理人員的勞動強度 它由舱體跟升降床兩部分組成 升降床可以上升下降 來與病床輪椅能達到同樣的高度 這個推入舱體之後就可以來進行一個洗浴 然後點一鍵開始 所有的噴水、沐浴露、消毒 它會一鍵完成 智能護理床、自動洗澡機 智能電動輪椅等護理類的高科技產品 吸引了不少養老機構的採購商 廣州老博會將持續到8月27日 興趣的街坊或採購商可以多加留意 諸科技者掌銀燕報導 今週末日報告 今週末日報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